众所周知,林青霞与狄龙的太太陶米明私交甚堵,而在1月7日近年军事身躯减出的两人不仅难得出门,还被港媒拍到手玩手出现在中环某商城削平。 据悉,两人当天,战况,扑风,从衣服到鞋子再到小配饰,仅一个小时就已然足足买了6,膝带有余,要不是被路人认出为官,毫不怀疑一脸意犹未尽的两人当天的,战利品,绝对不止保镖手上这一点。 照片公开后,不少网友在感慨女人果然都是天生购物狂的同时,也忍不住在一次感慨已经年过花甲的林青霞,虽然不算动灵,但风采依旧,甚至身边的闺蜜也是气质出众,难怪两人被路人认出后,保镖催着两人快走。 平心而论,在娱乐圈中动灵的女神不少见,但能像林青霞一样容忍自己优雅得老去,还愿意呈现出与自身年纪相符和容貌的女艺人真的很难得。 众所周知,琼瑶笔下的女主角,虽然大多都是有着极为坎坷的命运甚至是不完美的结局,但在样貌上她们总是被优待,而林青霞19岁一出道就主演了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影。 窗外,四年后更是成为了对方御用女一号,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的容貌有多合琼瑶的口味。 当然相比美貌,林青霞令观众更难以忘怀的还是演技,尤其是在反串男角上,她的表现足以令后背新人演员们去模仿。 林青霞最早反串可以追溯到1977年,彼时的她是台湾省演艺圈的首席文艺女神,因此当李汉翔导演要求她以反串的形式出演《金玉良缘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时,她内心是有些抵制的,然而本着演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。 不挑角色,她还是选择用心去诠释。 最终,《金玉良缘红楼梦》上映后反响空前,同时林青霞的戏路也是随之再次拓宽,之后她成了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,《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》,中的《东方不败》,92版《绝代双胶》,中的《花无缺》,《金龙门客栈》,中的《秋莫言》,《刀剑笑》,中的《明剑》,《东邪西独》,中的《独孤求败》。 《火云传奇》,中的《火云邪神》,林青霞塑造过的这些角色都因为经典而被影坛记录,留给后人去学习去品鉴,可惜节制至今模仿的人很多,但能与支笔尖甚至能超越她的人却鲜少。 相比一帆风顺的事业,在感情上林青霞却是遭遇了一番坎坷,作为美人的她,自然是不乏追求者,而这其中就有秦翰,秦祥林这两位八十年代炙手可热的巨星。 然而一番堪比穷瑶剧的纠葛后,秦祥林痛苦退出成全两人,却没想秦翰的懦弱和犹豫还是逼走了林青霞,也让这段长达一八年的恋情画上了句号。 分手后,伤心自然是难免的,但林青霞也才会在恢复单身后,注意到那个已经默默注视了她多年的富商行李员,并在1994的夏天成为了,行夫人。 光依如见,如今两人结婚二三年有余,除却先后孕育了两个女儿外,两人的婚姻并没有多大改变,而林青霞的风采依旧,以及身上那股淡定从容,也证明了行李员狼心依旧,有夫如此,夫妇何求,特别声明。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